可以看到除了国内台湾发行了疫情的纾困金 现在世界各国也为了防疫以及催打疫苗来大撒钱 那可以看到像是这个南韩 他们要确保每一个人在中秋节前 都能领到6000元的防疫津贴 那么日本呢则是去年每一个人都发了25000 连外国人都能够领 今年也继续对低收入户提供最高76000的补助 那么在美国的纽约呢 你只要打一剂疫苗 就能够领到2800元 目前已经有超过10万人领到这笔疫苗奖金 赶在中秋节前南韩政府大手笔发放防疫补助津贴 每个人给25万韩元约6000元台币 排付之后约88%的国民可以领取 而且家里有多少人就可以领多少 也就是说四人家庭就可以领24000 五人家庭就可以领3万台币 人越多领越多没有上线 而日本去年也大手笔给每个人25000元台币的防疫津贴 连外国人都可以领 今年也继续对低收入户给予补助 存款在100万日元约台币25万元以下的话 三个月最多可以获得76000的补助津贴 美国纽约自从宣布打一剂疫苗就有约2800元台币的奖励之后 已经有超过10万人领到这笔钱 而随着学校陆续开学 乔治亚州一个学区甚至还自己加码 给优打疫苗的教职员每人1000美元 约台币28000元的奖金 希望能提高民众施打意愿 避免反复停班停课的噩梦重演 记者旅游报道